你是不是看着我有点眼熟 等一下等我换衣服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认识我了 很多人问我 这个数字替身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就教你如何利用免费工具 来生成数字替身 老规矩点好订阅 操藏赞 赶紧跟我一起上车 又上车了 为什么要做又呢 这是搞事 开Labs Google 让ImageFX这个工具 帮我们生成一个数字人形象 宝子们可以根据自己需求 来生成一系列的图片备用 那怎么确保人物一致性呢 宝子们可以看我的这期影片 如果你也想用神奇女侠来做数字人 记得留言给我 我把提示词发给你 教学开始 老样子打开麦对AI 用邮箱登录 进来之后就是一个极其简洁的页面 上面有三个选项 左边这个是画布 右边这个是资产 但是中间的这个human 着实令人费解 这是要生人吗 我真的很尴尬 不管了我直接开始生人 看样子又到了咱们熟悉的 图片传影片环节 在左边上传一张 生成好的人物图片 右边可以选择 它预设好的一些语言模型 我随便点几个来给大家 看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是个艺人 就直接选择第二个 布置自己甜美的声音 来记录美好生活 因为我是艾人 所以我写的第三个 上传一段准备好的语音文件 在最下面 这里写上一段让人物 边说话边做动作的提示词 不认是720P的分辨率 不管它 点击生成 专案进度 就在右上角 工作台模式 专案还在等待的空档 咱们点击上方画布按钮 进入工作台模式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点击新建 上传一张图片 将鼠标滑上去 点击右边的加号 将提示词写上 然后选择一下时长 以及生成数量 然后点击生成 这下两边都在同时工作了 但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点哪个呢 还好这时候两边都生成出来了 缓解了我的尴尬 我直接把它们都剪在一起 让宝子们一起看看 大家肯定也很好奇 我平时不做超级英雄的时候 都在干些什么 其实哪有这么多危险呢 没有怪兽打的时候 也只能靠勤劳的双手来贴补家用 别以为我没看到右上角会扣点数 那就说明不是免费的 没错 免费用户一个月赠送500点数 但是 我们只需要退出这个账号 选择用邮箱注册 打开email tick 击回一个临时邮箱 返回MediAI填写注册资料 然后在临时邮箱界面查看邮件 最后点击这个链接 500集资又到这了 成本福利 打开这个免费工具 上传影片 把框框这么一拖 点击处理 最后下载下来 浮水印就这么没了 怎么样 看完你学废了吗 好了 这款MIGI AI 我已经帮你试过了 免费强大 而且可以无线注册账号 疯狂做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 有点炸有点酷有点离谱 那就点个赞支持一下 订阅频道 将打开小铃铛 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用AI做什么题材的影片 最重要的 转发这支影片 给一个还不知道AI 已经强承这样的人 吓他一下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啦